那么接下来咱们作为整个python高级的最后一天 咱们接下来花一段时间 把咱们整个python高级所学的所有知识 快速的回忆一遍 在这个快速回忆的过程里边 我只会提到一些知识点 重点的我给你标起来 重点的我会在这个地方标记 那么你哪个地方如果还有具体的 比方说我这个地方又忘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请快速的回去看 听懂意思了吧 好了 最开始的最开始的时候 咱们python高级 主要学了一个东西 主要学了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两天的Linux的命令 没错什么 两天的Linux的命令里边 其实刚开始学的时候 你也是很痛苦的 怎么这么难 Linux的命令那么多 你继续敲 现在敲的还不太熟 继续敲 你别出现一种情况就行了 前两天给一期二期的时候 这个模拟面试的时候 学生抽到了一道题 我们会让学生随机抽 随机抽 谁抽的都提不一样 随机抽 抽到一题 他说了 这道题的题目是 请描述十个以上的Linux命令 然后我说 你看你赚了 这个命令多简单 这个题多简单 开始 什么叫 就想要问我的意思是 什么的命令都忘了 我说 LS不是吗 CD不是吗 这不算吗 算 开始说吧 LSCD 没了 这个怎么能写呢 在这里边咱们大体上记得 Linux的这两天 咱们主要讲解 就是让咱们大家知道什么是Linux Linux一个是开发 实际开发的时候用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服务器 对不对 如果你要是可以的话 同班 你可以去买阿里的服务器了 正好又赶上这一年 阿里的服务器好像我去年的时候买了 买了一千两块钱三年 好像是今年又在打折 就是一年他只会打双药级的这天 基本就不会再打了 你要是合适的就去买 买了服务器之后 一千两块钱买了之后 有可能好几年 然后接下来到时候 你再去阿里上去买个域名 花个几十块钱一年 然后把你所学的代码 把你将来所学的张稿 打个网站打上去 接下来你面试的时候 人家问你多个什么 网址 去吧 对吧 你什么都解了 如果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问你 有几个命令 你会这么多呢 有哪些命令 Ls cd lscd pwd rm cat cp mv make dr touch 对 tree 母书 对 mo 对 top 对 s top 对 ps 对 kr 对 kr 对 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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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 요 s s ס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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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 copy 写了 scopy 对 对 还有tr tr 那头就不说了 tr 一头 change mode 对 这是什么 出现全线 对 没话 嘟嘟 嘟嘟就算了吧 这个能冲上命令吗 还有什么 password 咱们学 咱们学过 咱们学过的讲 一两百 satdown 对 reboot 对 find grip 对 mosh lh l l l 这个 有一些 lnics版本用不了 这个你要明白 ln ln是什么 硬连接软连接是吧 还有什么吗 速度 速度 写上 啊 还有什么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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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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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算 这个算 刚刚help 这个算吗 这个不是算 man 对 man 对 查过吗 help 我怎么记得没有了 我怎么记得没有了 好像你是不是写错了呀 那是不是杠杠黑 不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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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位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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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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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这里几十个了呀 啊 password password 咱先不说了 按那个给密码 给密码 大约号是什么呢 重定项 是吧 这个呢 重定项 什么啊 这个重定项呢 一般的思想 这个地方 我再强点 重定项呢 确实实实在世界开发 有的时候会有用 就个例子 我一个程序有输出 我就直接把这个程序的后面 架个大约号 直接干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听懂意思吗 默认所有的程序 通通显示到中端 在最后面 架个大约号 直接干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就行了 这叫重定项输出 重定项输出 这个地方 差不多了吧 那个树杠 管道 是吧 管道 change mode change mode 写了 my circle my circle my circle 好了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些 对吧 基本上就是这些 那么Linux的命令 在这个地方 咱们大家 我写上一句话 你应该把握住 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这个地方 会用就行 多列 这个没有任何必要被 不需要被 好了 对吗 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说过了 接下来 我就把这个 咱们复制一下 粘贴到这 那么咱们去说一下 这个东西 咱们接下来 后来的时候 咱们学习了网络 对不对 首先问一下 大家这个问题 说网络 对中想要干什么 进程间通信 进程间通信 咱们原来学过 这个 什么 对链 咱们学过一个对链 对不对 咱们学过一个对链 什么这个叫做Q 咱们学过那个对链之后 对后一个现象 是不是就能够完成 就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冻结一下 进程 现成 以及TCP UDP 这个地方 它的 就是像 你可以理解为 这个发展的相互顺序 它可以一定是 先出现多进程 多现成 这个东西 后来才出现了网络 那么 所以说呢 在一个电脑上 咱们回一回 假如说把当前这个框 想要成一个电脑 我一个电脑上 有可能有一个 程序在运行 咱们就喊它为进程 一个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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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程和进程之间 是独立的 没有东西是共享的 那么 所以说 我就需要 通一个进程里边 把数据扔到 另外一个进程 这就是进程间 通信的一个目的 为什么要有进程间 通信的目的呢 因为我的CPU 可以有多个核 我的CPU可以有多个核 一个进程 占用一个CPU 另外一个核 另外一个任务 占用一个CPU的核 那么请问 是否也意味着 如果把这个任务 想成A 把这个任务想成B A和B这两个任务 是不是并发 还是并新 就是我只说A和B 假如说没有其他 我只说A和B 那么请问有两个人 我有两个核 请问那是不是一定是并行 那么并行的话 请问是不是 一般的真正的是 真的 多认我这是真的 那么A 有可能从网上接收数据 那么B 有可能处理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有可能就需要 他们两个之间进行共享 所以说 进程间通信的目的就来了 进程间通信的 有很多种方式 我简单一说 搞这一样的人 搞这一样的人 你需要知道 什么叫做管道 管道又分为无名管道 无名管道 还有叫做命名管道 命名管道 命名 第四个命名管道 还有分为什么呢 还有这个消息对列 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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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 对列 消息不会这么写吧 消息对列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个内存映射 内存共享 就是内存 这个映射 映射 然后还会有一些像什么 这个叫做 还会有什么东西 反正有很多个 七八个 其中的最后一个呢 就是什么呢 socket 其中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地方 我只给你举个记录 随缘里边会提很多 咱们python里边 不会具体那么深的 这就是搞随缘了 那么socket呢 其中就是一种 那么我要问大家了 那么进程间通信 在一台电脑上通信 它大体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呢 大体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呢 我把数据放到内存里边去 你从内存里边把数据取过去 请问是就完成了 进程间通信了吗 就完了就这么多 一台电脑就这么多 你要不要写在硬盘上 你要不要写在内存里边 当然是内存更快了 就在内存里边去 就完了 那么还会有什么东西呢 socket 请问同学吗 socket它属于进程间通信一种 那么它和普通的进程间通信 唯独区别 区别在哪 不同的电脑之间通信 对非常不同 它就可以完成 不同电脑之间通信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么不同电脑里边 我想要给你的电脑上 哪个程序通信 我怎么确定 端口 对 那么端口又分为 TCP的端口和UDP的端口 TCP的端口是独立的 UDP的端口是独立的 也就是说你的电脑上面 现在预期的非Q 非个传输 用了两个端口 TCP的2325端口用了 UDP的2325它也用了 听见出这个意思了 在同一个电脑里边 同一个系统里边 TCP不允许出现 两个相同的端口一起进行 UDP不允许 但是TCP里边出现了个2425 UDP里边是可以 同一次个出现2425的 这是两家会的 这是两家事情 好的 咱们学网络 不管学TCP还是UDP 最终一件事情 就是让你的电脑的数据 给我的电脑 这数据进行共享 这么做会有什么用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咱们那天在学 MySQL的时候 说到了一个词语 叫做主同 你的电脑上的数据 在你的电脑存在 你万一完了怎么办 你的电脑是废了怎么办 我的数据要 我的电脑要备份 实时备份 是不是网络吧 网络的作用很强大 今天你用的手机 用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网络功能 所以说UDP和TCP 其实今天无处步的 甚至你的Apple Watch 安卓手机里边 还有苹果手机里边 全部都是这个东西 那么核心点 UDP和TCP能够网络 完成网络进程件的通信 那么它每一大特点 就是哪个地方 就是说到这个地方 UDP怎么能了解 就最后的结论 UDP了解技巧 那么哪个地方是重点呢 端口 端口 这个是重点 这个地方是重点 比如说 加上一个重点 就是说咱们画重点的话 这个东西是重点 这个是重点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个地方 TCP的三次握手 揮手 这个地方也是重点 好了 重点我给你画的很明确了 TCP的三次握手 大体还记得什么是 三次握手 首先说目的 为什么要有 为啥UDP没有 你要明白对核心 UDP发一个数据 发过去 对方收到还是没收到 他不知道 你听TCP的 你发过去之后 对方悄悄的 是不是会给你 回一个消息确认了 那么他怎么知道 回给谁 什么时候回 出口怎么办 再怎么回 那么全部是不是 这个地方需要个资源 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个资源 那么你说在 真正的通行之前 我需要进行资源的分配 那么这就是 三次握手的目的 那么四次握手的目的 又是什么 释放这边资源和这边资源 对方吗 那个之前说过了 一个叫RMSL的这个问题 你了解就可以了 实际不会问这么深的 能问得你 三次握手 四次握手 已经比较深了 对于Python而言 这都是搞碎的 才具有问 那么三次握手 四次握手 就知道就行了 那么长连接短连接 重点 来 咱们 啥意思 大家那天写那个外部 服务器的时候 写过长连接 写过短连接 什么距离 HTTP协议里边的1.0 确实实是用的短连接 1.1已经变成了长连接 但是咱们之前做的那个服务器 是强制给它干成了短连接 对不对 怎么干短连接 你问服务器要个东西 浏览器问服务器要个东西 我给你完了 之后我立马close了 请问是不是导致了 浏览器还想发其他请求 那时候套机都断了 请问我接下来 是不是要重新进行链接 再去请求了吧 因此 长连接和短连接的一个区别 如果接下来 你要是做 这个长时间在线的服务 一定是长连接 如果你接下来 像百度这样的情况 那仅仅是为了查一个东西 立马就断开的 不需要占用长时间的资源 那么一定是短连接 这种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长连接和短连接的应用场景 如果你具体区分一下 打游戏 长连接 上网 很快速的查出一个结果来 以后就不再用了 短连接 就完了 但是现在的HTTP协议里边 这个短连接和长连接 更好的一个体现 是 我为了获取到这个页面 有可能我需要加载 CSS GS STML 甚至是一些字体 我要加载很多次 那么这个时候 我是怎么办的呢 我要是能重复利用 这个套接字 进行通信 那这就是长连接 我要是不能重复利用 那这就是短连接 没错了 这个地方了解 了解 YSAC 我这个地方呢 学到写上一个 要会用 这个地方 因为 他们确计 我那天我也说过了 很多学生毕了业之后呢 他在开发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 应该这个bug 从哪开始入手 因为你并没有 形成一个很好的 思考问题的习惯 他们我告诉你 YSAC 一定要学会 不见得里边的某些功能 都会 我也有些功能 我也不会 但是我能用它来做事情 什么事情呢 记着个原刀 当你的网络程序 没有收到数据 或者说我的怀疑 是我程序有问题 还是说数据没发过来的时候 还是网络有问题 同学们 切记 你要记得 你脑海里边有个东西 YSAC 一定好用 一定好用 好了 这个重点 咱们又说了这个TCP UDP 那么后来咱们说了 进程县程 还有协程的时候 都是完成多人用的一种方式 进程资源消耗的比较大 而且进程之间的不共享资源 那么县程就克服了这个问题 县程之间共享 你说对不对 全球变量是共享的 在这里边哪一个地方是重点 重点 进程 县程 县程 协程 的区别 这个是重种之招 面试基本都会问这个东西 进程 资源分配的单位 县程 真正调度的单位 进程 之间不共享 县程之间共享 进程死掉 对另外一个进程没有影响 一个县程死掉 有的时候会导致其他县程也死掉 是个道理吧 如果你想做一个服务器 想做的很稳定 那么同样 一个首先考虑的东西就是 你想要稳定还是想要快 稳定 那肯定 就是如果你的程序 不会有问题 那就是县程 如果你说了 有可能有问题 有可能有没问题 那就是进程最好 咱们原来的时候 还说过一个特点 其实呢 Python里边的县程呢 要看解释器来说 Python默认着 C元Python解释器呢 它会有一个东西叫做GR 还有去印象吗 对吧 还有一个GR的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 还有哪些重点 锁 还有GR 这都是重点 请问 咱们原来说过一个东西 叫做护赤所 请问护赤所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 县程之间的好处 县程的好处是资源共享 但是不见的一定都是好的 万一资源竞争呢 所以说咱们加护赤所 加上护赤所 护赤所就好了吗 护赤所的不见的好 思索 对吧 所以说呢 很多东西你一定要学会去应用 而一定会有缺点 什么东西都有缺点 问一个问题 加L是什么 讲过了 加L是全体解释所 它的作用和护赤所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那没有区别我用什么护赤所 那就加L不就晚了吗 默认还有 护赤所能够 在一个逻辑的角度讲 能够保证 我这个事情做完 有可能这个事情很长 但是 GRL 它只能保证一件事情 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县程去执行 你说是个道理吧 只有一个县程去执行 不见的 他把这个县程都做完了 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啊 有可能做了一个 一县程 做了一句 走了 做了个县程二 又走了 做了个县程三 又走了 但是有的时候 我有可能通过护赤所 做了一个什么的 我想花五秒钟 把这个事情做完 我在花五秒钟做另外一个事情 请问是不是不一样的吧 护赤所能够保证 咱们的逻辑上 只有一个任务 先做 另外一个任务 就等到 但是GRL 它只能从 这个将来调度的角度上讲了 它只能保证 同一时刻有一个县程 在执行 但是谁执行 执行多少次 它是用了默认的策略 默认的策略 一般请问呢 Python3里边呢 往往就会100色 或者是1000色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1000色 就是如果要是执行 一个县程 它执行1000色之后 就比方说你放循环 那有可能执行1000色 放循环 有可能你执行代码 有可能执行1000色 这是一个方式 也有可能 它里边有个时钟 就是有个秒表 有个表 我让你执行1000毫秒 等等我就换 这1000毫秒我就换 但1000毫秒 这个时间太长 绝对不是1000毫秒 是1秒了 不会这样了 加上言之 它有自己的奏略 来换 好了 进程 现程 斜程 同样 重点 这个地方非常重点 UDP和TCP 问的还没那么太多 TCP的话 往往就会问 TCP三次握入了四次挥入 进程 现一程 只要你简历上写了 多任务 这个必问 这个是必问的 那么斜程 是不是最轻量解释的 那么问一个问题 咱们原来说过 有个东西叫做 计算密集型 还有个东西叫做 网络密集型 计算密集型 有哪一个 计算密集型 就是我接下来要计算 1到100万个 每一个值的立方和 是不是需要花大量时间 来计算 我用进程 现成 协程用来个好 进程 为什么 因为现成 默认 Python解释器有加L 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在做 其实是假的 协程 是现成里边的一个东西 请问现成 协程怎么理解 协程就是利用了 在一个现成里边 去调某个东西 比方说有堵塞 比方说有消耗实践的地方 我把这个实践 拿出来去利用 利用起来 是不是利用其他函数而已了吧 所以说现成 协程 如果都是用了 默认的Python解释器的话 其实都是假的 多任务 真正的 这个进程 是不是真的了吧 好了 那么真正的 就是现成 协程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如果你把解释器给它换了 换成加入写的解释器 是不是就没有 现成这个缺点了吧 还有我原来说过 你如果是 灰色语言 灰其他语言 你去调其他语言 是不是也没问这个问题啊 那么协程 真的是假的多任务 一定是假的 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人来做 那所以说往往现在 可以配合的怎么做呢 多进程里边 开多协程 请问多进程 是不是每个进程 占一个CPU 那我每一个进程里边 它有默认的一个主线程 主线程里边 我开多个线程 开多个协程 请问是不是相当于 每一个CPU的盒里边 有多个事情 是不是一起在指向 所以说这个事情 就是相当于 充分利用时间 效率更高 好了 这是咱们原来说的 像这个Multiprocess 像这个Q 像这个竞争词 通过这个地方了 了解了解 了解 知道竞争词是什么 有什么优缺点 核心点是把这个东西知道 这是面色的重要外 那么再看正在表达事 这都不用说了 这一定是什么了 重点 以后天天用 这里边呢 我想要说的一句话 这个贪婪 咱们最后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对不太好理解 是吧 什么是贪婪 什么是贪婪 点心 默认就是取得越多越好 点心 后面加个问号 就是能调节 满足的情况下 取得越少越好 对不对 因此呢 贪婪 默认是贪婪 Python 默认是贪婪 非贪婪 后面加个问号 好了 大家可以 你这个时候 你得去回忆回忆 咱们之前所学的东西 到这一部分 其实咱们呢 Python高级呢 现在呢 就基本上就是 分为这么几大块 你看 从第一天开始 一直把进程 现成协程 把这个政策表达式讲了 请问 基本的网络 多任务 是不是大家就会了吧 那么后来的时候 咱们就学了一个东西 怎么去利用网络 多进程 咱们去做一件事情呢 所以说咱们在后面 是不是加了一个 这个外部服务器来 讲解外部服务器的过程当中 咱们用到了一个东西 什么呢 叫做协议 http协议 这是重点 http协议里边 分为请求和应答 对不对 你不管请求还是应答 那么将来都分为两部分 都分为hider和body 对吧 都分为hider和body 那么大家是否有印象 这几个状态码 还有印象吗 200状态码是什么 OK 那么404呢 找不到 多少开图人呢 我告诉你一个经验 真正的以后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人家就会 你http协议了解 你说了解 对吧 你就可以把它说 通过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进行沟通的时候 都是用的sb协议 分为请求和应答 请求的时候有hider和body 应答的时候有hider和body 那么当咱们去请求的时候呢 这里边 说的一个特点叫什么呢 刚刚 说的有点多 前面我说的一句什么话呢 状态码 对 说的状态码 这个状态码里边我提一句 200多的一般是成功 300多的表示重定项 400多的表示 你要的资源没有 我多少开图了 表示服务器挂了 怎么历史呢 200成功 如果又是返回来的302 大家是否知道一个东西 从零下 我简单说一句 我之前给大家提过 还是没提过呢 不管有没有提过 我现在给你提一下 链接 链接 把我评了吗 上不去网 上不去网 我简单给大家说 京东呢 很久之前的域名 那叫360 360 by 还是by 屏幕端了是吗 网线断了 有可能